回顾眼乱无下李鸿基上了他的节目做杀事冲动 第一点是为什么他还有心情四围去做这样做那样 可能是真的挺闷自己 因为他下面也说到他长期有女伴身边从不寂寞 现在是首次说身边完全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他不断强调很多朋友而又提供不到真确的资料 譬如哪个你这么多朋友他只是永远透露有个加拿大朋友 但那个又不能名字 你永远不知道他说什么有多少朋友不得而知 所以这些可以视为是相反词 他又没有了女儿又没有了朋友 还有他又说暂时从来没有一个开口说要和他保持距离 大哥和他做朋友或者close的也有这么一年多 怎会这么愚蠢无故开声要发声明 又没有发生什么事 慢慢地不理睬他不接触就行了 怎会有人这么傻公开发声明 我以后不会再跟你有任何接触的 那些你当别人瘋了吗 你以后像你那样吗 另外就是自己提出来的 就是说谈谎是罪过来的 真是笑的 他这些风头火势还不断出来说 而你说的话很多都没办法证明是真是假的 只是他口说口陪而已 所以会令到很多人更反感 门外的访问以至主动接受访问 这些是错了 就是说是不是很闷 第二就是他喜欢炫耀吹嘘 我们之前好几集已经分析了 有些网民也开始深水清 其中就是他很喜欢和黄青霞有同样的套路 就是会讲一些故事 那个网友就是一些离奇故事 他里面又是无故说什么黄大仙 又说撞车 车散了但是人没事 这些离奇故事 他说有首歌有个灵感 就说在不知哪里见到年轻人踢旅客的行李 又乘机要带这些 这些永远两边 你只知道行李被踢 你不说那些人撞屎 你两边都可以说 所以他七十多岁还要在一个公开的电台访问 都忍不住要说这些东西 他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又说港珠澳大桥 最好笑的是熊潮峰 不是熊潮峰 熊潮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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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小时候搞不清这两个 熊潮峰峰 人们都大赞 他的访问技巧是很高的 很值得学习 而且他都忍不住 他去到最后就说了一句 他都忍不住 自编自导自演 都要乘机银一下他 真的挺难受的 你和面前一个吹水王去做访问 而自己又要保持专业态度 不断尝试去侧面敲击他 但他又厚眼 侧面敲击 带动仇恨 不知道他有什么意思 你上来这个节目 没有任何效果达到 是自己发泄自己想说的 他要炫耀 三句不埋 就有一句是说自己有多厉害 你现在听得多 我分析他 你树起了耳朵 你就知道 你提高了触角 你据他都听得明白 他现在说的 又说这些歌会救人 有些人就是救两条命 这些离奇故事 其实以前是卖东西的 认识很多 会有一帮卖东西的人 定期是吃饭 交流一下卖东西的心得 吹吹水那种 不是学术性的 吹吹水说 那里边有一个人 他卖东西是专门说故事 他任何一件货品 他都会作出一个故事 已经是作好了 譬如同一件货品 这支香水 通常是女生买的 他会有个故事 哇 这支香水很厉害 以前有个男生 买这支香水送给女朋友 接着怎样怎样说故事 在这里真的有个故事 说到最后 你知道最后如何 就是变成了老婆 如果有个妻子 买盒化妆品 很厉害 美女 这盒化妆品 大有来头 他有哪个故事 又怎样 他总之不停会说故事 总之有个人 无端端又是三句不埋 有一句就会吹自己 有多厉害 你就要小心 然后更甚者 他可能一晚说四五个故事 然后很离奇 譬如黄青霞那些 不是上鬼王 又说 在荷兰又说 撞火车 撞到死了 自己又没事 那些 总之你一听到 有人说故事 轻质 他是售事 售你不同东西 重质 就是老千 都几乎必定 有这么多离奇故事吗 神经病 很厉害 那些网民现在捉到他了 然后最好笑的是 无端端 他不知说一说一说 就自己 咬自己 就说 说大话是罪过 李隆基自己说 一个经常都说大话的人 或者他身边 李隆基我当他全部真话 你旁边那个未婚妻 似乎到现在为止 他好像说一百句 一千句 我认为只有1% 少于是真话 你旁边那个不停说大话的人 然后你就说 说大话是罪过 咦 那是不是暗示 是说黄青霞 主持就很软性引导 结果他也是不认错 就说无所谓 你怎么看 主持立即带风向 就说 咦 是的 你都说说大话是罪过 但是很多人都说 李隆基 常常说大话 你怎么看 他说 没所谓 都不是真 是吧 天知地知 只有我才知道 这句也是 你自己知道 但是你 随着你不停说 大家慢慢不知道 都变成了知 然后他又自问自答 他说 如果我常常说大话 到现在都没有被发觉 其实发觉了很多东西 德国父母 别说我常常沉气 现在我们说新的东西 他那辆车 原来是拿去换车 换电动车 换来换去 还没换到 又说三星期 六星期 九星期 都在来 还没换到 然后有些人说 他上庭那天是开车的 后来 额联姆忍不住 自编自编自演 那些人说你 那些人说你 不是他说 但是暗示 没有被人发觉 不知道发觉了多少 你和这个人说话 要很高EQ 因为真的 你面对面 看到有人句句都是吹嘴的 你都挺难受的 而且他是信口开河的人 喜欢什么都讲大一点 喜欢见人就吹 吹惯水那些 吹得多 自己都不记得了自己吹那些什么 他全天口都吹水 所以他和王清霞 实际某程度来说 某个角度 他们是臭味伤头的 两个人真的 这么巧就黏了一堆 然后就说上天安排 有些人说天理循环 因果报应 你为什么会搞到今天这样 他说这个上天安排 我们稍后再说 有个网民精警 天理循环 因果报应 然后吹嘴 常常说自己 会作曲 很想人知道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 他小提琴是无私自通 哈哈哈哈 又是 提一提侧面 你无端和他说 喝罐可乐 他都可以吹水 其实 小提琴 又无私自通 拉两个东西来听一下 如果真是 看看如何无私自通 然后强调自己会作曲 他的唱片总有一首歌是自己作的 身边有很多朋友 但永远说不到哪个实际支持他 或者至今也没有人敢 站出来公开去名撑李鸿基 高调是撑李鸿基的 哪有那么傻 大家在娱乐圈都尽量避免惹这些麻烦 还有多个朋友 多个敌人 怎会无端端 他就炫耀 至今没有一个人 说公开和我说 要保持距离 怎样也怎样 只是不断鼓励他 以至有个加拿大朋友 他直接在我面前哭 其实是谁 是谁说真的 不过他说有个前哭者 约去吃饭 这个可能是真的 但是又有其他原因 要吃一顿饭 这个不得已知 总有些人不知头不知路 其实 然后有些人就说 他经常说这句真的 或者这句不是说谎 我对着灯火说 他经常会有这些口头禅 那些人就说他一说这些口头禅 那句是谎话 然后云淡风轻 顏联姆很厉害的 就是他强调几次 他说基哥 你这首歌就说 早早就写好了 强调了很多次 三番四次想转去这个话题 转进去 但是似乎李龙基 你一转进去 他两句又跳出来 吹水 炫耀自己 你永远摸不了了 就想去引导基哥说一些真话 说真的 这首歌很简单 相对来说 不是很复杂的歌 填冠池那些 手起刀落很快填完 这些歌 他又有背景 和旋律很单调 你编一编曲很快 七日起货 这些歌 所以《牙联姆》不断强调 你是说早早就写好了 那时候的基础 是不是都是混淡风轻 还是去到现在才转变呢 其实问了几次 都问不到实际的效果 又说不做访问 经常说不做不做 他搞到今时今日的田地 就是你自己主动去找传媒做访问 才搞到这样 现在你又说不做访问 但不做不做呢 又不断做的 你就看看 他今次说和颜联姆聊天 上一次和梁思浩又访问 他一不离二不离三 他第三个是谁 又会去和他访问 不过颜联没有好东西 他完全没有踩进去陷阱里面 他总之是抽离的 他没有立场 这个是很好的 保持到一个中立的角度 就是你比着谁 你不断抹大眼吹嘘 忍不住银你两句 他银也是很有技巧 然后最笨是自己 说大话这件事 说大话是罪过来的 然后你怎么看自己 又说我无所谓 天知地知 我自己知道就行了 当然了 你自己当然知道 还好笑这些 真是学到东西 学看颜联姆做访问 自己将来都可能要访问不同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颜联姆说 你也想不到自己会这样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 就算算命佬也算不到你会这样 那我想起梁思浩的节目 有过那些圆学还是佛学还是什么 总之那类的人 我说他连 算黄青霞 16号会是什么环境都不敢算 如果他算了就全套了 你怎么算千算万算都想不到会加罪 你最多是判刑 判和不判或者当庭释放 重判轻判或者不判 你离不开是那几种结果 只有两三个欧 谁知道原来他唯息通杀 就是开一个 原来加多第七条罪 那些风水佬又说算到他 你条命是要认识年轻人 如果算得那么准 为什么你不算黄青霞16号 什么环境 他们就不敢算 如果有人敢算 即是蛇鬼佬那些 想着蛇蛇鬼佬 他不是这个欧就那个欧 我总之说到 刺是非包含了 只有两三个可能性 包含了 谁知道别人开局为息通杀 幸好没有人敢说 不是又自己老套 就是说 连风水算命 都未必算到你今天这个环境 那一刻 然后有一个重要资料 就是他身边的女伴 从未离开过他 他可能至今这几十年 身边一定是有条女的 所以这个都是风流情圣 自己就衰靠女 就是弟弟蠢 大佬精灵大弟弟蠢 以前黄晶说 我弟弟蠢 谁不知道吗 然后最后最后 页联母就是说 有没有想过自己怎么可以搞成这样 基哥就是沉思一阵 就是说 唯有就是上天安排 搞到这样是上天安排 你自己真是自己一手造成 其实页联母是给了很多机会 因为李隆基是悔过的 但是这个人真是死性不改 死性不改 不悔过 不只不借助这个节目去帮自己洗白 不只还继续不断吹水炫耀各种 然后就说 是上天给我一个考验 页联母也很惨 考验些什么 然后他说四个字 情比金坚 我们已经记录了 他说出册一定跟他结婚 不过大前提就是判多少 如果再上法院翻中判他七年 就好笑了 七年后都不知道谁等谁 或者谁先走 情比金坚 又在情比金坚之后 就突然间很迅速转开了话题 又自夸自赞 情比金坚有一首情若真那首歌 以前我用那把蓝声唱 唱完很多人赞我 想不到这首歌蓝声也唱得这么好 然后又展开下山三千字的自夸自赞之类 成功又带来了方向 搞到今天这个田地原来是上天安排 就是情比金坚给他一个考验 看看是不是情比金坚 但是这个有个tricks在里面 我可以不是的 我可以通过不了这个上天考验 我就是不爱他 或者怎样 这个时候看看有没有邪花黏在他 然后基哥寂寞 基哥从来都有女伴 看这些时候要找七层楼 有机会来 有谁这么厚硬 就黏在利用机里 随时看谁追求谁 利用机是寂寞的 好笑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观点 再继续和大家探讨 今天先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